第三章 进入当下 随着无时间意识而来的一种不同的认知 这个认知不会压杀存在在每个生物和每件事情之中的灵性 它并不会损坏生命的神性和神秘 而是包含着对所有一切存在的深深的爱和尊重 大脑对这种认知是一无所知的 请打破那种抗拒当下否定当下的旧模式 成像对当下时刻的意识作为一种习惯 多不需要关注过去和未来的时候 将你的注意力从它们之中解放出来 在日常生活之中 尽可能地从时间的意识之中将自己解放出来 如果你发现很难直接进入当下时刻 这样请你从观察自己硬是想要脱离当下时刻的惯性开始 这样你将会观察到 你总是将未来想得比现在更好或者更坏 如果想象的未来比现在更好 它会给你希望 或者令你愉悦地期待 如果它比现在更差 会令你焦虑 其实两者都是幻象 通过自我观察 更多的临在意识会自动地进入你的生活之中 在意识到你没有进入当下的那一刻 你就是当下 任何时候 当你有能力观察你的思维的时候 你就不会再落入他的陷阱 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不属于思维的东西就来临 观察者的林哉 保持林哉 随时观察你的思维 想法 情绪 以及在各种情况之下你的反应 请多关注自己对各种人 是 什么的反应 至少 好像你关注 让你有反应的人的事情一样 同时关注你的注意力 是不是经常都跑到去过去 或者未来之中 不要去判断 或者分析你所观察到的内容 就只是观察你的想法 感受你的情绪 关注你的反应 而不要将它们变成个人问题 这样 你将会感觉到一些 给你所有观察到的 更为有力量的东西 在思维背后 那个宁静的观察的林哉本身 宁静的观察者 当某种情况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的时候 例如当你的自我形象受到威吓的时候 或者生活中某个挑战引发你的恐惧的时候 或者是当事情出错的时候 或者是过去的一个情绪被触发的时候 你就需要强烈的林哉意识了 在这些情况之下 你会容易变得无意识 对这些情况的反应 或者因为这些情况而产生的情绪控制了你 你就变成了它 你还会因此而採取行动 去责怪 攻击 防卫等等 只是 它不是你 它是一种反应模式 是处于 惯性求生状态之中的思维 思维认同 并且更深地进入当下 当你需要利用时间来到完成实务的时候 这样做并不会降低你利用时间 过去和未来的能力 这样也不会降低你利用大陆的能力 实际上它会加强大陆的能力 当你在用大陆的时候 它将会变得更为敏锐 更为集中 害悟的人通常会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 但是它们对时间的关注仍然同时进行着 换句话说 它们会继续利用中标时间 但是它们会将自己从心理时间上解放出来 学下在你生活之中的实际事务上利用时间 我们称这个时间叫做中标时间 但是当这些实际事务被解决之后 就立即回到当下的状态 这样就不会创造出心理时间 所谓心理时间就是认同过去 并且持续地强迫性地投射到未来 如果你为自己设定了目标并努力实现它 你是利用中标时间 你知道你的目标 但是你也全力地关注在当下时刻所採取的行动 但是如果你过于注重目标 或者因为你在寻找幸福或者成就 成为一个更圆满的自我感 这个时候你就是没有关注当下 当下失去了固有的价值 而沦为通向未来的踏脚石 这样中标时间就变成了生理时间 这个时候你生命的旅程不再是一场奇妙的探险 它变成了一个为了达到目标 获得成就的强迫性需要 你不会再看到路边的花朵 或者闻到它的芬芳 它不会觉察到存在于当下围绕着你生命的美丽和奇迹 你是否总是尝试到达某一处 而不是安住在你所在之处 你的所作所为 大多是为了达到目标的手段 你的成就 满足感是否永远在转角处等待 或者仅限于短暂的欢愉 例如性爱 食物 酒精 药物 或者是激动和狂起 你是否总是将主意力放在成为 达到 获得 或者追逐新的刺激或者享受 你是否相信你获得更多 就会变得更圆满 或者是心理上才能够感觉完整 你是否等待一个男人或者女人 为你的生命带来意义 对于同思维认同 或者未开悟的普通意识状态来说 吻含于当下的无限创造潜能和力量 完全被生理时间遮蔽 有时你的生命不再有活力 不再生机勃勃 你都失去了神奇感 思想 情绪 行为 反应 和欲望的老旧模式 就不断重复地演出你的心理剧本 这样被你某种身份认同 但是完全扭曲或者遮盖了当下的事实 而因为未来可被视为逃离当下的手段 所以思维为了逃离令人不满的当下 就会对未来产生迷恋 被你视为未来的 实际上是你当下时刻意识状态不可分的一部分 如果你的思维背负着过去的沉重负担 未来你将会体验更多的相同负担 由于缺乏临在 过去会侵入你的思维 你在当下时刻意识的质量影响着你的未来 而未来当然只能够在当下里面经历 如果决定未来的是你在当下时刻的意识质量 这样决定你意识质量的东西又是什么 是你临在的程度 所以真正能够发生变化 以及瓦解过去的唯一地方 就是当下 你可能很难认识到 时间是造成你痛苦和问题的原因 你认为痛苦和问题 是由你生活中的一些特殊状况引起的 从传统的观点来看 那不是对 但是除非你解决了 大脑不断制造麻烦的功能失调问题 也就是他执意于未来 而拒住于当下的问题 否则所有的麻烦都会换汤不换药地 重复出现 如果造成你所有问题 痛苦不幸的原因 都在今天奇迹般消失 但是你还是没有变得更加临在 更为有意识 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现相同的问题 或者痛苦的原因 又会如影随形地出现在你的身边 最终 问题只有一个 被时间所限的思维本身 在时间之中 无够熟 你无法在未来被释放 当下时刻才是你获取自由的关键 所以只有在当下才能够解脱 在生活情景中 尋找你的生命 你所说的生活 应该更加准确地被称为生活情景 这是心理时间 过去和未来 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 没有按照你的意愿来发生 你仍然在抗拒过去发生的事情 而你现在又抗拒当下的本业 促势你不断向前迈进的是希望 但是希望会使你将注意力 集中在未来之上 而这种对未来的关注 会促势你否定当下 因此造成你的不快乐 暂时忘却你的生活情景 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生命上 你的生活情景存在于时间之中 你的生命即是在当下 你的生活情景是思维创造出来的 你的生命即是真实 找到通向生命的扎门 那个就是所谓的当下 将你的生命重点集中在当下 你的生活情景可能会充满问题 大部分的生活情景都是这样 但是请你在此刻找出你的问题 不是明天或者十分钟之后 而是现在就找出问题 你在此刻有什么问题 当你的脑里面充满问题时 新的事物或者问题的解决方案 就无法进入你的大脑 所以你应该随时为新的事物 或者问题的解决方案 腾出一定的空间 这样你就会发现 在生活情景之下的生命 请充分地利用你的感官 定静在原处 环顾四周 但是只是看就好 不要去做任何分析和解释 观察一些光线 形状 颜色 质感等等 关注每件事宁静的临在 关注那个容许所有事物存在的空间 傾听声音 但是不要去判断它 聆听声音之下的宁静 触摸一些东西 任何东西都好 并感觉和认可它们的存在 观察你的呼吸节奏 感觉空气的流入 流出 感觉起你体内的生命能量 允许外在和内在所有事物发生 接受万物的本言面目 深深地进入档下 这样你将会远离时间 和依仗初恋的可怕世界 这样你会逐渐摆脱消耗你生命能量的病态思维 其次下 只在慢慢地毒害和破坏这个地球 你从时间的睡梦之中觉醒 进入了当下时刻 所有的问题 都是思维的幻象 现在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 然后告诉我 此刻你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得到任何答案 因为当你的注意力 完全集中在当下时刻的时候 你不可能有任何问题 一个情境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是去应付它 要是去接受它 对它说OK 为什么要将它转变成问题呢 思维会无意识地喜欢问题 因为它们会给你某种身份的认同 这是正常 同时也是病态 问题的意思是 你在心理上不断地夺忘某种情况 而没有真正地在当下采取行动 并且你还无意识地将它变成你自我感的一部分 你被你的生活情景所累 以至于丧失了对生命的感觉 存在的感觉 或者你大脑中背负着一百件 你在未来将会或者必须做的事情的重担 但是就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件 你现在就能做的事情上面 当你创造一个问题的时候 一会儿就创造一份痛苦 所有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一个简单的决定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不会再为我自己创造更多的痛苦 我不会再创造任何的问题了 虽然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选择 但是它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选择 除非你内心真正厌倦了痛苦 而且受救了痛苦 你才会做出这个选择 除非你能够吸取当下的力量 否则你也都无法坚持下去 如果你不再为自己创造痛苦 也都不会再为别人创造痛苦 更加不会消极地制造问题 来污染这个美丽的地球 你的内心世界 以及人类的集体心灵 如果出现了你现在就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你的行动是产生于当下的觉知 这样它们就会很果断 很清晰 并且更有效 这种反应不是来源于你过去的思维模式 而是来源于对问题的直觉反应 在其他情况下 如果被时间限制的思维做出了反应 你就会发现 什么都不做 在当下 归于中心 反应更有效 本体的喜悦 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标准 来判断自己 是否被心理时间所控制了 问一下自己 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是否令我感觉到喜悦 自在和轻松呢 如果不是 当下时刻就被时间控制了 并且生命因此被视为一个负担 或者一种挣扎 如果你正在做的事情 无法让你感受到喜悦 自在和轻松 这样并不意味着 你需要改变你正在做的事 你需要改变的是你做事的方式 怎样做事 通常比做什么事更为重要 试下 如果你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 而不是放在通过做这件事 所拿到的结果上 会发生什么情况 请将你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当下所发生的事情上 这样意味着 你同样完全接受当下时刻的事实 因为你不可能在完全关注某事的同时 又去抗拒它 只要关注当下时刻 你所有的不快乐和挣扎就会消失 你的生活也会充满喜悦和安逸 只要你以当下的觉知来采取行动 无论你做什么 它都会充满美德 关怀和爱 即使是一个最简单的行动 所以请不要担心你行动的结果 紧紧关注行动本身就好了 行动的结果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灵修方法 当你不再逼切地想逃离当下 本体的喜悦就会进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之中 当你的注意力转向当下的那一刻 你会感觉到临在 宁静和平和 你不会再为成就和满足而依赖未来 你不再将未来视为救赎 因此你将不执着于结果 失败或者成功都不会改变你本体的内在状态 你已经发现了生活情景之下的生命 在没有心理时间的情况下 你的自我感源于本体而不是你的过去 在这个世界上 在你生活的情景层面 你可能会变得很富有 知识很丰富 很成功 很自由 而在更深的本体状态里面 你是圆满和圆正 当你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处于当下 并且能够感受到生命的律动 同时当你能够感觉到生命的每一刻 都是如此欢愿的那时 这样我们可以说 你已经从时间之中解脱了 从时间之中解脱就是 从你在过去之中尋找认同的心理需要 以及在未来尋找满足的心理需要之中 解放出来 这是一个你能够想象的最为深刻的意识转变 当你初步察觉到无时间的意识状态的时候 你就会在时间和临在两者之间不断地徘徊 首先你会观察到你的注意力极小感放在真正的当下时刻 但是你能够觉察到你没有真正活在当下 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功 这种觉察就是临在 即使它开始的时候仅仅只是持续短短几秒 然后慢慢随着你这种当下意识的逐渐增强 你就会逐渐地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 而不是集中在过去和未来 并且任何时候当你意识到你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时候 你就已经进入了当下 这种过程不单止持续几秒 还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所以在你完全进入当下之前 也就是说在你能够保持完全有意识的临在之前 你会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 临在的状态和思维认同的状态之间 徘徊一段时间 每当你丧失当下时刻的时候 就一再地回到当下 这样不断地重复 最后 临在会成为你主要的意识状态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